經過聽力檢測屬於聽力受損者 可以到指定門市領用助聽器 這項公益活動由台北市政府 市議長戴喜清與民間合作 有2000台口袋型助聽器 供聽損者免費零去 不過我來我今天長期 照顧產業的協會的好朋友們 大家知道我和外安太太的故鄉是在宜蘭 所以今天來自我們郊西福人社的好朋友們 在我們這些社長的領導之下 能夠集結我們民間的力量 捐贈我們2000個這樣的一個助聽器 坦白講對於我們長期需要助聽的長者來講 跟弱勢族群來講 真的是一大福音 大家也知道我們聽長的長者 占了相當的比例 透過這樣的一個慈善捐贈的活動 不管是我們原住民55歲以上 或是我們一般民眾25歲以上 還有包括中低收入戶 還有一般需要只要你符合 我們大家做一個免費的聽力檢測 符合資格需要的都可以有機會 獲得這樣的一個免費捐贈的助聽器 那我自己個人的經驗 我太太是宜蘭人剛好跟吳社長一樣 她以前也住過郊西打K 那家人裡面就有聽力障礙 就需要加裝助聽器 我還記得我大學的時候跟我太太認識 然後他們就特別到台北來 需要換助聽器 然後讓他們去一家一家看 當時我就知道 原來助聽器的價格會超過十幾萬 甚至幾十萬 所以真的不是一般家庭能夠負擔得起 那今天很高興 我們包括 潮汐佛倫社 荒長建設 齊田開發等 這些有愛情的團體 捐贈了兩千個出聽器 而且也謝謝 我們天來列車 天建 天建的 原建的天來列車 能夠提供一站式的服務 特別使用我們全國唯一 符合醫療規範的國產品牌 耳保 來協助大家到預約的地點 進行專業的檢查之後 只要符合需求 就可以領取助聽器 完全免費 所以快速的服務 也透過這樣的方式 我們希望 能夠讓真正有需求的民眾 即刻得到實質的幫助 也希望 把這樣的愛丁 正向的力量 擴散出去 透過台北開始 擴及全國 甚至到全世界 如同我們吳社長這樣 希望 能夠協助到全世界 每個角落 需要出聽器的朋友 讓大家都能夠享受人生 享受世界 最後我要再次謝謝 代謝金議長 一直以來 對於弱勢的照顧 透過本身的影響力 結合民間的力量 結合各個團體 大家一起努力 所以我會請我們社會局 來盤點 及跟我們這一次捐贈的單位 緊密的配合 那也謝謝 這個我們圓民會 我們也希望 有需求的原住民朋友 也能夠即時的得到援助 台北市生長者 約有11萬7千679人 其中聽障者佔1萬3千人 台北市社會局 一年投入超過1.9億元 補助台北市民購買 足領輔具 這次公益捐贈 又將擴大助聽器 發放對象 加會聽損者 我們跟國際的 這一個團隊 慈善團隊 叫做天籟列車 我們在全球 發起了一個 助聽器捐贈活動 主要是針對於弱勢族群 他們沒有辦法負擔 昂貴助聽器的時候 能夠獲得我們 慈善助聽器的一個捐贈 那從2011年至今 我們一共在全球 捐贈超過100萬台助聽器 那台灣的天籟列車 是由我們原建 獨家的來舉辦 這樣的一個活動 目的也是一樣 希望能夠幫助 弱勢族群 能夠獲得助聽器的一個幫助 大家都知道 聽力障礙經常好發於這個年長者 那年長者由於長期缺乏聽到聲音的一個情況下 他會產生很多的估計感 甚至於很多研究調查 也發現這個聽障導致了這個長者的憂鬱失智 以及各種家庭的問題 所以聽力障礙在WHO的定義下面並不是老化 聽力障礙是一種慢性的疾病 就跟我們患得高血壓一樣 它是需要被即時的治療 但是很可惜的在這個部分呢 社會大眾對於這個聽力障礙的理解 通常會有一些錯誤的想法 比如說沒聽到也不錯 好像沒聽到也是很正常 也聽到不會覺得太多的干擾 其實這對這種生活上的這種健康 心理的健康 身體的健康 都會產生巨大的一個危害 那我來自於一個有聽力障礙遺傳的家族 所以我們家在很年輕的時候 可能都必須要佩戴這個注定器 所以我們對於聽力障礙者呢 我們常常可以感同身受 所以更希望能夠利用我們的力量 來幫助聽力障礙者 早日恢復到有生的世界 所以呢 參加天帶列車活動呢 不僅僅是我個人的一個 非常強烈的使命感 那身為一個福倫社友呢 服務社會是我們的 應進的一個職責 所以我非常榮幸呢 今天能藉由我們市府的幫忙 藉由議長的幫忙 藉由社會賢達的幫忙 讓天帶列車的活動 能夠在台北市能夠發起 能夠推動 我們希望能夠做到的是 藉由這樣的一個拋磚引玉 的活動 喚起大家對聽力健康的一個重視 北市府努力建構完整扎實的 身心障礙者服務 逐步推動資源部件 也積極結合民間力量 擴大資源效益 這次助聽器捐贈對象 只要是涉及或居住台北市 且符合65歲以上長者 及55歲以上原住民 或中低收入戶需要的聽損者 就可以到指定門市 領用助聽器 記者問君台北報導 到達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